鳳遠青少年國樂團帶來新春熱鬧曲目 為101年藝文界人士新春團拜暨茶會活動揭開序幕 文化局長率領轄內的五大中心主管 一同向台下藝文界人士祝賀 來感謝他們過去對台中藝文活動的支持和幫忙 並且期許在新的一年能夠再為文化大體中而努力 市政府預算不到1% 這個數字的落差其實是蠻大的 但是我們也不抱怨 我們就是在有限的資源情況之下 盡全力我們要偏文化 縣市合併後 藝文界新春團拜走出市區巡迴三海屯各區來舉辦 並且安排在地的藝文表演活動來增加藝文界彼此的交流 而與會的台中市副次長蔡炳坤也表示 未來的文化工作推動將會與文化先行的概念 來增加台中藝文活動的多元性 我們的經發局 它可以讓商圈跟社造結合 比如說我們的都發局 可以讓整個都市的發展注入藝術之美 所以每一個部門都有文化的概念 那才能夠成就整個城市的文化先行 結合各局處一起推動文化活動 市府希望透過藝文人士的大力相助 讓各項文化工作推展得更順利 記者李將台中採訪到